我們開始開會 向大衛報告我們下午的議程繼續是設政部門執行 每位議員執行時間15分鐘 請第一位議員執行邱俊憲議員 謝謝主席還有設政部門的首長跟同仁 大家午安 大家辛苦了 設政部門家大業大管的事情是非常的多 像這一陣子其實看到我們社會局跟勞工局 在這邊先肯定大家的辛勞 最近一些大家不管是辦的成果展或者是一些活動 其實看得到大家平時這半年這一年 一直累積下來的努力的成果 像昨天其實在以前的公商展覽中心 其實勞工局辦一個職訊的成果 其實看到非常多的朋友其實用非常多的時間 雖然預算真的是只有一點點 可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這邊其實是要肯定我們勞工局 那包括社會局其實 像這個禮拜 昨天在汗神巨蛋 然後前天禮拜六在三多大圓板那邊 其實都有各個不同的一些成果的展示 其實我們都覺得是非常好 因為其實像社會局的業務報告 其實每一頁其實光要探究這些課題 講個一小時都不為過 可是一個議員只有15分鐘 所以針對一些我們一直長期關注一些議題 來跟大家做一些議題的分享跟探究 我一直以來對年輕人的事務其實都很關心 因為我34歲還算勉勉強強還算是一個年輕人 其實我們也知道青年的事業問題 29歲以下15歲以上 所謂的勞動人口裡面的青年的就業的部分 其實中央跟地方過去長期來都很關心這部分的問題 像勞工勞動部其實過去幾年 其實都有針對勞工就業的狀況做調查 可是這部分的調查其實不是做隨機的部分 它是用問卷的方式去寄給已經就業的這些年輕朋友 在職場裡面的問他們 在對於職場裡面的一些相關的議題的探究 可是這份資料其實到前年就停了 去年的其實差不多 所以這部分其實還是期待政府能夠持續的 對於這部分的朋友的一些權益的問題 來做更多的了解 那勞動部在103年其實也核定一個促進青年就業方案 從103年到105年的相關的作為 都到今年為止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像高雄 以高雄來看 因為PPT把前面的年份遮掉 這份資料是2004年到2015年 這十幾年來的資料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裡電視上面看得到 可是現場的那個投影機沒看到 其實我們的事業率其實一直降低的 一直降低 然後整體的事業率在大家一起努力下 其實是有改變的 可是我比較關心的其實是在15歲跟29歲之間 其實我們從這幾年的統計看來 還是發現到這些事業的人數 其實還是佔全體人數近一半的比例 從2004年46%一直到有50%到去年是48點多 所以我們也知道其實在其他部門 業務諮詢師都有提出來說 年輕人的相關的事務 政府應該提供給他們協助和相關的政策 其實是非常多元的 散布在各個不同的局處裡面 所以其實怎麼樣再去有效 改善這個青年高失業率的問題 因為不只是台灣不只是高雄 其實其他地方政府的趨勢也是這樣 其他的國家的趨勢也是這樣 所以在這邊其實我想請教一下勞工巨大 因為我們在談失業率 我們整體的失業率下降的時候改善的時候 大家反而不去看 然後只去探究 像前陣子其實也很多人在說 我們高雄年輕人的失業率怎麼一直越來越不好 可是這部分其實是有學理上的一些根本的問題 跟無法突破的困難 是不是在這邊請教我們樹林局長 你也算是年輕人 對這個部分 你有什麼看法給它更改 你是不是要給大家說明一下 請樹林局長 答夫 謝謝主席 謝謝邱議員 對於年輕人就業的關心 其實這兩年來 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努力 在青年的失業率這一塊的數據是有下降的 有比較趨緩的 那其實在整個全國來看 六都來看的話 其實青年在所有的就業人口青年這一塊 普遍都是偏高 因為它是屬於摩擦性失業 因為年輕人剛出社會 他還在尋找自己適合的工作 跟他的興趣還在磨合 所以他進進出出勞動市場的頻率會比較高 所以通常這個失業率會的情況會比較高 那我們會嘗試的從訓用合一的角度 學校那邊的在學校裡面所學的 跟他畢業之後所從事的工作 如果能夠更貼切 那他穩定就業的情況就會比較高了 以上簡單跟議員說明 局長你先請坐 的確啦 那年輕人剛要踏入職場 對於自己想要的東西其實還懵懵懂懂 所以其實過去其實議會其實也建議 勞工局也做了 其實我們把就業服務的平台 拉到學校裡面 拉到大學裡面 就是在他們就學的時候 就趕快讓他們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 所以其實剛剛局長你提的沒錯 進進出出職場的頻率很高 然後什麼是他們要的其實不是那麼清楚 其實我還是要必須要去表達說 其實這十幾年來問題還是就是說 比例上沒有趨緩沒有降低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努力去設定一個目標 比如說五年還是幾年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年輕人 佔全體失業的比例能夠做一點降低 我們當然知道這摩擦性的失業 有一些是結構性的問題 可是怎麼樣把他失業的時間縮短 能夠有做更好的沒有 我相信局長我們應該可以一起努力去做這些事情 不可以說現在 要拿那個時間 越60歲 越來越65歲 其實就業市場的結構也在改變 那變年輕人要進到職場裡面的機會 其實也不那麼容易 然後現在大環境又那麼困難 所以怎麼樣去有效縮短這個 找到適合他們的工作 求財的這段時間 盡量把它縮短 我覺得在這邊要拜託局長 我們一起來努力做一些工作 因為這不只是勞工局的問題而已 其實還有經發局 所以這部分其實請局長多幫忙 另外一個其實在其他的部會 部門諮詢裡面其實也提 這幾個數字我不斷地要去講出來 呼籲大家就是 2025年65歲以上的老人家 會占全台灣20%的比例 有473萬的人口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替未來做更多的準備 這件事情我們一定要不斷地談 不斷地講 不斷地去構思要怎麼做 我們知道社會局很辛苦 對於很多不同的業務 像這幾年 這半年我遇到局長在外面的場合 有早聊的 有相關弱勢的 等等的這一些 每一個都是很困難 可是我們必須要去做的 我前幾天有聽到 有一位同仁跟我分享 包括社會局或者勞工局 其實我們都是在領薪水做善事 所以怎麼樣把我們做的事情 做得更有溫度 讓需要幫助的人 能夠得到世界的幫助 像這個我們這幾年 其實從十幾年的統計下來 這些比如說長照機構等等的 我們看到它的數字的成長 其實還是有限 能夠提供的服務的能量 居住在這些機構室裡面的人數 其實就是這麼多 所以未來的長照2.0 其實它適用的範圍更多了 又分ABC等等的這一些範疇 其實局長都很專業 同學人都很努力在準備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怎麼樣從現有的空間 可以去找到可以用的 在都發局 在公務局 在市長的市政總質詢 我還是講這個 我們現在手上有的土地有這麼多 已經徵收好了 沒有開闢的 有980公頃 我知道前陣子 局長也都很辛苦 從舊的學校 舊的農會倉庫 去找到新的空間 可以去符合現在的法規 要去做一些整合 能夠把服務放進去 所以這部分其實 我會建議局長 我也跟其他的首長也談過 我們長照有一個小組 在討論這些問題 這些已經徵收還沒有開闢的土地 裡面到底有哪些 是可以拿來做社會福利措施設施所使用的 這需要很細節的去檢討 裡面有一些是機關用地 有一些是綠地 有一些是公園 有一些是學校運用地 可是總有一些是可以拿得出來 讓市府不用再花徵收的錢去新建一些 我們不需要很漂亮很華麗的建築物 我們只需要一個空間 把我們的軟體服務 可以放到每一個社區裡面 每一個林裡裡面 去做這樣子的服務的工作 要拜託局長 這個980公頃的數字要吃下去 就是我們高雄市政府 落地就有這麼多土地 可是裡面到底有多少 就算只有5公頃 就算只有10公頃 這些都不用再花錢去買的土地 把它清出來 然後開始要用蓋的 還是我跟公務局長跟杜巴局長講 有一些社會福利設施的空間 也許我們只要用鐵皮屋就可以了 我們不用到RC 不用花那麼多錢在硬體的建設上面 我們缺的是軟體的服務 所以這部分其實是要拜託社會局長 我們在討論很多的社會福利據點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遇到一個共同的困境 沒有地方 沒有建築物 沒有合法可以使用的 因為過去縣市合併六年以來 其實我們遇到很多公共設施的建物 其實是沒有實用執照 沒有建築執照的 那光要補照這件事情 就要花比蓋房子可能還要更多的錢 所以這部分怎麼樣去突破這個困境 我也跟局長在議會以外 我們也討論過很多次 不管是給老人家的還是給小朋友用的 不管是兒童遊戲館還是日照中心 還是關懷據點 其實我們都遇到一個 我們很想要做的 因為我們找不到土地 找不到空間 找不到建築物 可以來做這些事用 所以這部分其實真的是要呼籲局長 長照2.0就是要上路的 那實際上我們也知道缺人 缺錢 缺空間 樣樣缺 可是要怎麼樣去整合 我們現在手頭上有的這些志願 所以這部分真的是要拜託局長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新的政府上任之後 其實包括年輕人包括長照包括兒童 包括公托等等的 其實不斷地釋放出一些政策的利多 所以其實也在這邊也一直在呼籲說 現在我們跟中央政府的溝通互動的關係 不比以往 應該是有史以來最好的狀況 其實怎麼樣去做更多的預先準備 對像這個青年好正 就是把一些款項拨到他的戶頭 希望可以讓協助他脫離貧窮的這部分的問題 像前陣子其實也跟救助科科長有開了一個座談會 公聽會 怎麼樣協助更多人脫離貧窮 不是現金補助他 而是讓他可以自力更生 改變他的生活 改變他的生命 不是一直給他魚吃 而是要訓練他釣魚 可是也要那些人願意去釣魚 所以這些相關的問題都很複雜 所以怎麼樣去透過更多的討論 然後把資源投注在適當的地方去做一些處理 因為我們也知道 局長 市府有很多的預算其實編在社會局裡面 可是很多的預算裡面其實有很多 其實是現金的補貼津貼 每個月時間到了 一個人命一個口座的回憶裡面 就沒有了 他是不是有好個 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些效益 包括這些低收入戶的那條線 我也跟同仁討論過 低收入戶的那條線以上的 是不是真的就是不需要幫助的人 低收入戶那條線以下的人 是不是真的就是辛苦的人 其實都是需要很多不同的 有評量跟考量的客觀的一些指標 再去做處理 所以資源就這麼多 明年度的預算其實又相對的不斷的在減少當中 所以真的是在這邊要期待邀局長 要做的事情很多 可是怎麼樣一塊一塊 然後跟民間很多不同的團體 把社會這個讓大家過得更安全的網絡 建置得更密更安全 更不會有漏網的 實際上需要幫助的朋友 這部分真是期待局長來協助做一些事情 那這邊也是要再公開的跟局長請求 呼籲就是說 其實談了兩年了 其實在鳥松地區 其實我都期待有一個新的政府的一些服務據點可以投入 不管是給老人家還是給兒童 那我相信我也尊重我們社會局的專業的評估 丟入什麼樣子的社福資源 對那個區域的市民朋友是有需要的 這部分我相信我也支持社會局的評估 可是我希望這幾年我們應該其實可以突破 因為鳥松地區 它的人口的居住的層級真的是差很多 有蠻high class的 然後也有農村 也有一般的市民朋友 所以怎麼樣去符合那邊的生活型態 真的是拜託局長 我們一起再來即時廣益 做一些努力 看能不能有一些具體的突破 那最後還有一分多鐘的時間 我這邊也是要鼓勵客委會主委 今年也去參加他們的團體婚禮 去年只有10隊的客家新人 今年有50隊 我們也知道其實一個場域要把它維護好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剛剛私底下有跟主委講說 那個地方是不是經過適當的包裝 然後跟外面的業界整合 其實我們把行程包裝起來 出租給新人說 如果大家想體驗客家婚禮 其實一對就可以辦了 然後我們那邊有很好的場地 有很好的氣氛 然後一切我們都幫你準備好 你只要跟這些業者敲好時間 然後費用看多少 一個合理的狀況 有市場競爭價值 我相信這個不管是對客家文化的推廣 或者是對我們場地的維護 都是一件很有幫助的事情 剛剛令林總總講的那些 其實拜託局長 我們對年輕人摩擦性失業的磨合時間 我們盡量把它縮短 然後拜託社會局長 我們在我提的鳥松地區 是不是有機會去突破一些在社會福利措施 據點的一些實際上的作為 我們再去做一些努力 那也謝謝科委會 原住民委會主委 拉瓦克相信我們做的是對的事情 我相信過去很長的時間 我們跟部落的很多朋友其實都是已經協調好了 中間其實有很多其他因素加進來 可是沒關係 我相信沒有什麼比孩子 好 再兩分鐘 拉瓦克部落 我相信沒有什麼比小朋友 比部落的長老在那邊居住的安全更重要 一個很客觀的事實 兩次意外的火災 那邊的環境的確不適合任何人在那邊居住了 那我們不能一直忽略 每個人對事情的看法有不同的定見 可是我們不能一直忽略 市府其實在這件事情裡面 我們已經找到新的房子 包括之前在考慮說沒有電梯 我們也找有電梯的樓房 讓他們可以搬進去 重新整修 新的家具都買好 板路躺好 要換換試試買入房子 結果當然人都希望有更好的條件 可是我覺得在整個社會裡面 其實應該有一個取得平衡的一個共識點 那這部分真的是 主委會比較辛苦 因為要談的人太多了 那議會裡面能夠去聚焦這件事情 能夠這樣子討論的時間很有限 所以這邊其實要鼓勵原民會主委 我們繼續趕快把它完成 讓大家知道我們做完之後 其實整個改善的狀況是好的 因為只有看到成果 才會知道我們談的那一些 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虛的 我相信這部分應該是 市府可以一起來做努力 那殯儀局應該是 這個匯取應該是最後一次 坐在這邊備詢 真的很謝謝殯儀局的同仁 在颱風救災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其實像八億氣爆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多國軍弟兄 來對我們做協助 雖然這樣編了 變成在民政局裡面的一個處 可是我相信服務市民 然後跟這一些議政單位 跟軍方單位的互動 各種市民的特色 我們軍方單位特別多 山軍 甚至海軍亂等等的 這些都是在高雄 所以我們一定有 我們必須扮演的關鍵角色 不要因為我們這樣編了 就有點失落的感覺 我相信市民朋友 也是對大家是非常肯定 跟期待 以上質詢到這邊 謝謝 謝謝邱俊勳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質詢的議員是鄭光豐議員 時間15分鐘 謝謝召集人爾登議員 首先我想要跟勞工局這邊做一些討論 當然一些建議 第一個就是說 我想我對新的局長 新的局長在這裡 當然有些期待 那旁邊的是 對不起 那我想現在民進黨 在今天的媒體 蔡總統也接受媒體訪問 他說他對這個一休一立 這個案子 對勞工 他很痛苦 那痛苦我覺得 這個對我們來講 民進黨這樣的完全執政 就完全負責任 那不管怎樣 這個一休一立 畢竟這個權是在中央 那本席比較要質詢的是 我們在一個企業對勞工 這樣的一個勞工的那個積查的部分 就企業組這個積查的部分 我想中央也補助了不少人 做一些積查的人 那羅柯這邊也非常的辛苦 我在這裡也非常肯定 你的溝通能力 真的非常的強 但是我總覺得說 我記得我在上個會期 那我們的副局長 今天是請假還是 局長今天 那個代理局長上 我們的代理局長是 現在的副局長今天請假是不是 沒有沒有 他本來就沒有練習 那本來副局長應該要練習 本來副局長就應該要練習 為什麼今天沒有練習 看各局處所長的 從來沒有一個副局長沒有練習 我想這個應該要更正一下吧 沒有一個局處副局長不練習 兩個局長一定是一個派一個副局長練習 那我要講的是我上次的會期有講到說 一個企業跟勞工的關係 其實就是一個 這個企業是當做事業 這要完工他拿去拼 那我們大概有時候勞工變成是他的 勞工局有時候變成他的打手 那他們檢舉也要或者說 因為現在加強基材 我在這裡強烈的建立勞工局說 我們重點是在胡島 怎麼樣在他們的 比如勞計劃裡面怎麼樣去落實 其實真的是有些 特殊的行業或者有些根本 中產企業中小企業 真的連一個管人事的人都沒有那麼周全 那當然有時候勞基瓦走在前 他們這個企業在運作過程當中本來就很和諧 就為了一兩個案子 然後使這個企業跟勞工之間的關係變得很不好 那我要講的是基查的人員 我們在處理這一件的時候 我們覺得是要胡島的地方 我覺得第一次應該是站在胡島的地方 因為我看過很多的確是他不知道 幼稚園幾乎好多的案件 我想羅科最知道 帶我那邊去做一個陳情 這樣的一個陳情過程當中 大概都是一開始 最後都要去換了 那我覺得我當然在這執法上面 我沒有意見 不過我總覺得 這個社會我覺得 可以把它弄得更 我們不需要馬上就開這個華單 不需要開 因為我們重點是要讓這個企業怎麼樣去 我告訴你你現在這個工場 你可能是你現在網工加班太多了 現在這樣可能要發 我們是不是讓你一個時間以來 你就知道拜我們再來加強基查 我覺得對勞工 他們勞工 我們老闆去發錢 老闆絕對不開心 對一個一塊石頭 對這個企業裡面 挑一塊石頭裡面產生了聯理 我覺得這勞資的關係都不見得好 所以我在這一次的像中央 很多人在絕食也好 很多我們看的其實非常的難過 是勞資還有勞方跟資方 還有政務都是三叔 所以我們在執法地方政務 在執法的方面 我始終還是覺得說 因為我們上次我質詢 副局長的時候 他是沒有很肯定的答案說 他可以先去跟他 先去跟他說還是不要發款 還是什麼都沒有很明確 但是我覺得 重點是在台灣的中小企業裡面 我們重點勞工局沒有錯 我們基礎的出發點是在保護勞工 不過我也是覺得 應該是要前輔導 一個時間之後 來跟他做強力的計查 這是我覺得有必要的 所以局長你剛上任 我覺得這一點 新人新氣象 我覺得這一塊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 你如果說那個 真的這個老闆就二子 他總是不管怎麼樣 他還有改善的空間 重點在這個企業 要不要去真的按照勞資 因為現在我們的計查人員太多了 一個保護勞 一個去長照那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我先舉例剛剛 我在這個禮拜三辦 長照的公天會 他們有提到說 照護員 我想一個很大的一個公時的問題 一個月不能超過46個小時吧 那超過46個小時 他們怎麼樣去 因為他們的工作的確是比較特殊 如果長照 現在上路之後 照護員他們怎樣做人力上的調配 他說走去買麵 去買麵 其他那個時數可以去買麵 沒有關係 那我在現場說 那大概就可以 安良中心順便開一間麵 這樣做交叉的運用 但是這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冰山一角 一休一立真的正式上路後 我想很多的行業會面臨到 你們未來要去積查 大概會很大的去做 不管宣導要 企業主 我剛剛已經講到第一個問題 你如果沒有他們都不知道 真的一下就開這樣 大家下去 趕緊去就買了 可能其實是非常非常不好 其實勞工也不會一休一立 修了之後 福利更好 是領得越少 我看是領得越少 是領得越少 所以這兩點 我想等一下請局長來做一下 回應一下 那第三個問題 我想是要問一下 我們社會局的姚局長 長照當然2.0 我們已經正式上路 因為有雙軌在進行 那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那當然本席在上一次的會期 有建議說怎麼樣 勞工局還有衛生局 怎麼樣在這長照 變成和組織的變革裡面 變成一個長照處也好 當然這個要看地方政府的需求 我要問的是 局長到底有沒有需要 在這一個組織上的合併 我覺得地方的你們的局處裡面 你們的衛生局 到底要不要需要一個局的 一個處的 把一個專門在處理這一塊的人力 拉出來 來做一個未來因應長照的一個人力 地方政府行政上的組織變革 第二個是說 衛生局跟你們的這樣的一個分工 到底是怎樣 我總覺得你們現在一區好像是都要 不管是A的等級 B的等級 C的等級 我想中央有他的浪漫跟他的想法 不過總覺得我在上次跟局長討教的時候 照護員的證明也好 或者他的人力需求也好 我總覺得這一塊始終是我們不是只有高雄市的問題 而是所有台灣面臨的人力的問題 當然如果中央他規定外勞可以來做長照人力的話 我想局長在搖頭我想請教你的意見 我總覺得我們最終最後長照人力如果沒有用得好的話 這個長照我總覺得大家可能那個虛有其表 地方政府那個忙得這個叫做非常的人羊馬翻 然後我們把這個面弄起來 可是最終要負責第一線的人力那個就是照護人力 要佔七成的時間在那邊 我覺得那個就非常嚴重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想姚局長先回答一下我的問題 就是我們到底跟衛生怎麼分工 到底這個有沒有需要來做一個未來組織的變革 未來組織的變革 來請姚局長答覆 謝謝 謝謝召集員 謝謝議員的關心 議員長期對於我們長照的規劃 在本質架構面就非常的有研究 我想這點真的是非常欽佩 那關於衛生局跟社會局的分工 我們現在目前高雄市 其實全國幾乎的架構都是相似的 就是會有一個長照總的管理中心 然後衛生局主責 然後衛生局還會有專門的評估人員 他會先專管人員會先評估 我們現在現有的長照十年的服務方案裡面 這個個案它是需要哪一類型的一個服務 那我們八項裡面 我們社會局跟衛生局各自有不同的分工 衛生局會負責喘息服務 居家跟機構的喘息 居家護理還有社區跟居家附件 居家營養居家口香照顧等等 有關醫療專業的部分 醫療專業的部分 醫療專業的部分就是衛生局 那社會局的部分主要都會是針對 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託庫 老人參與、交通接送、輔具 還有住宅無障礙環境改善跟機構服務等等 還有適能老人的到載、沐浴車跟爬梯機等等 的一些相關服務還有家職服務 所以比較醫療的部分是屬於衛生局的 像傳習物有涉及到醫療專業的部分是衛生局嗎 對 但是現在的狀況就是 有一些部分會針對長輩的特殊的狀況 例如說很多人就會很混淆說 護理資家跟養護中心、社會局、衛生局 到底誰是誰 那是哪一類的人要去養護中心 哪一類的人去護理自家 那它的差別是什麼 的確就是像剛才有些傳習服務 其實針對比較重度失能的 他的家屬也需要傳習服務 如果說是像我們設政的 比較是低度失能需求的 然後有一點基本自理能力的一些部分 那有些家庭會需要有居家看護 相關的一些服務 有些也是來跟社會局這邊做申請 所以其實還是要看那個 專案人員他的評估 他的評估會按照不同的需求 我想局長就是說你是明確 到底有沒有建立要做一個組織的變化 我們目前這個也討論過 衛生局也找我們都討論過 結論是什麼 我們的結論是目前我們還是把分工的任務 我們釐清清楚 如果說因為我們會考慮到要合併的原因 是因為一些轉嫌上沒有轉嫌的好 我們以為合併之後這個問題就會解決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先就現有的狀況 哪裡要改進 我們先來調整 未來長照當然業務會越來加重 就是2.0今年10月就這個月開始實施 在人力上有沒有問題 目前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要趕快訓練人 我們伺服呢 我們伺服自己現在目前就是現有相關的局促的人 但是一定都還是要再加聘人 很多都是偽辦的業務 而且這些相關人員都要有相關的專業證照跟背景 所以我們這次要找很多的合辦單位 偽辦單位 所謂的ABC其實也要找符合醫院的 我們社會局的單位是老人科來做服務嗎 主要是老福科 那我想私下再跟老人科再做一個討論好了 我想這個問題是這樣 那剛剛有講到那個人力 就是外配應該是叫做外勞 外來是未來看起來民進黨的政策裡面 他可能要規劃他未來是長照的人力 局長你認同這個嗎 這個部分其實長久以來一直都有在爭辯 就是大家都有非常在辯論這件事情 因為本級的勞工會覺得說 如果政府認可外籍進來台灣 算作於正式的長照人力的話 就會剝奪本級勞工的工作權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政治話很回答 你說你繼續說 對啊所以這個部分 的確這也是中華民國一直在這個部分 從中央認可的專業人力 專業人力比都不認 在照護人員的人力上 像勞工局他們也委託案子說 我這個案子就是對照護人力的培訓 都是本級的 對那勞工局有這個案子 社會局應該有這個案子 社會局有勞工局有 然後勞工局有 然後勞動部也有 這方面的經費到底從哪裡來 是整個中央包括衛福部勞動部 是這樣來的嗎 主要是衛福部 主要是衛福部是不是 那還有其他機會 像勞工局還有這個案子 勞動部應該也有經費 是啊 所以他們自己本身自己也去花包 做照護人力的規劃 對就是他有不同的身份 他就要求不同的時數 他要訓練的內容就不一樣 資格也不一樣 他有很多連還有督導啊 還有什麼 他有很多不同 我想這個人力的部分 局長我在私下在跟你們討論 是 就還蠻多層次的 對 請坐 那局長那個勞工局長 我想這樣子 就是因為你們好像 像今年有這個案子嗎 就照護人力 就你們的花包裡面 因為還有涉及到 時數的問題 他是有規定這個時數問題 你們直接委外 他這樣的委外的單位 他有這樣做這樣的規劃嗎 我想三個問題的 然後局長請回答一下 好 請政經 政經長 請坐 謝謝主席 謝謝鄭議員的關心 目前這個照顧服務員的訓練 是由勞動部發展署 他們委託社會局或是衛生局輪流來辦理開班 那我們勞工局這邊主要是 結訓之後的 受合格的訓練的名單會送來我們這裡 我們幫他媒合就業 對 我們是做媒合的部分 那訓練的部分主要還是在衛生局或是社會局 那前面兩個 那前面兩個 很感謝議員的關心 當然我們如果在做 如果我們說到市民朋友的檢舉案 我們是第一時間去檢查 如果是我們自己的專案檢查的案子 我們都會在前一個月先宣導 我們會辦宣導會宣導 所以像今年已經有34場 有3000家的事業單位 好 再加兩分鐘 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要集查前面一個月就要做宣導 是特定 譬如說我現在要做補教的好了 那補教 那先就會請補教 先發問給他們 對 我們發喊給 我要做哪一個業別 就發喊給那個業別的事業單位 所有的事業單位 我們歡迎他來報名來聽我們的選導會 全部都是免費的 對 那但是我們遇到市民朋友的檢舉案 這就是我們第一時間會去做檢查 因為我們要站在市民朋友的勞動權益做捍衛 那另外其實議員提到這部分 我在想我們局裡要有一個新的作為 我今年度我們打算要把 再推動我們的勞動教育 因為其實在大學生的時候 他即將進入職場之前 如果他對於 將來不管他要當老闆還是要當勞工 他對於這個勞動法令有認知 有初步的認識 其實他將來進入職場之後 就會比較少會遇到一些爭議事項 那我們再從勞動教育部分來著手 那另外提到說 這個照護員的公時問題 現在目前照護員有兩個 兩個 兩套不同的法令規定 一個是在養護機構 養護機構它是符合84條之一的 核定的工作者範圍 所以它的工時跟它的休假 可以牢固雙方約定 然後幫我們合備 那另外一個在護理之家 護理之家它的 護理之家跟養護機構是不一樣 不一樣 護理之家它就是按照一般正常的工時 一天八小時延長工時 總工時一天不能超過十二個小時 對 所以有這兩種不同的規定 那我們還是希望業者能夠遵守這個規定 我想時間的關係 就是我現在瞭解部分 在私下跟羅科後跟局長做請教 好 主席我請 好謝謝鄭官方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 吳明氏議員 時間十五分鐘 主席 主席 我們社群委員會的我們所有的中官 以及我們每個的秀者先生 我敬愛的高雄市民 大家午安大家好 首先我先來請教 我們的社會局長 養護機構跟護理機構 有什麼不同 那麼養護機構 多久有評鑑之道 來麻煩主席 來請姚局長答覆 找幾人 吳議員 我們養護機構跟護理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養護型的機構 它的對象是年滿六十歲以上的老人 提供生活照顧服務 那護理機構它是沒有年齡限制 但是它的對象就是因為罹患一些特定的慢性疾病 會需要長期接受護理照顧的病人 好 謝謝 局長請坐 請教局長 我們的養護機構的評鑑項目 有沒有僅供評鑑的用品 主席麻煩再請那個局長 來 請姚局長來答覆 僅供評鑑的用品 有沒有 那個 謝謝招檢 謝謝議員的關係 我們三年會有一次 這個是全國統一規定 三年一次機構評鑑 那我們評鑑的指標裡面 當然都一定是照顧上所需要的一些相關的物品 僅供評鑑就對了 有這種東西 沒有僅供評鑑就是整個照顧上會有需要的 請坐 河頭鑑 在這條氣管內管等 請到社會局長 河頭鑑跟氣管內管 是什麼人 他會等他使用 來請 主席那個局長 謝謝 謝謝趙姐姐 謝謝議員的關心 每一個這些老人長照機構裡面 都是有設置護理人員 那會有這些喉頭鑑 喉頭鑑跟氣管 壓管 內管的這樣子的設備 都是以備不時之需 就是我們平常都不希望發生 但是如果長輩有時候噎到 或者是有一些呼吸不過來 有些特殊狀況發生時候 都是專業的護理師 在的這個機構裡面 他為了急救 有需要的時候 這些設備就是可以救命用的 所以一定要這兩個東西 一定要準備就對了 要背著 要背著 一定來不及送到醫院 或是叫救護車來 那都不會有 請坐來 局長 這兩項 是醫師 跟高級的救護技術員 他才能夠實施這種的技術 那麼在養護機構裡面 的護理人員 依照他的護理人員法規範 是不可能的 所使用的 而且在養護機構裡面 他才有可能有醫生在那裡鑄診 請問局長 為什麽根本用不到的東西 你們還需要給它評鑑 我剛才說的 僅供評鑑 就是這兩項 醫生 有專業的人才能使用呢 養護機構 哪有專業 哪有可能還請一個醫生 在那裡 哪有可能還請一個 高級救護技術員 你在那裡駐守呢 來 那個主席麻煩請局長再回答 來 請要局長答覆 謝謝 召集人 跟議員做說明 我們這些相關的規定 都是按照我們中央相關 腸道機構評鑑 的一些參考相關的指標 那這個部分就是要針對 抽彈換藥換管線等這些侵入性技術 有需要的這些標準流程 這些都是可以由護理人員來執行的 沒有 因為這是要專業的人才嘛 這個基本就不需要啊 這是要高級救護技術員耶 來 局長請坐來 這護理師 那個喉頭鏡 跟氣管內管 是要為到插槓的氣球 而插槓是極度侵入性的醫療行為 醫療法也有規定耶 侵入性的治療 只有醫師 他現場才會一行耶 你這請到局長喔 活頭鏡 如果如果放不中他 會參選什麼結果嗎 來 請坐來 有哪些急救的 有哪些人可以來執行這件事情 其實中央跟地方都爭論很久啦 但是如果說 現場有一個長輩發生特殊的狀況 其實可能連旁邊的任何看到的人 能夠急救都已經是特別要來做的啦 那就是如果說我們 我們比照中央相關的一個評鑑指標 來做的這項規定 您如果覺得 如果相關的單位 覺得這邊 不如合理 有危險 你就馬上送醫院就好了嘛 蛤 你還要犯假有問題嗎 那大部分的問題 就送便宜就好了 再用這個活頭鏡 這個一定都是急救用的 來 局長請坐啦 我跟你說 是 我們的 這個 氧氣喔 如果上不到位置 那部會破壞掉啦 腦細胞會腦死耶 本來有求喔 如果沒有敲鑄這個東西的人啊 那個用的會多好使啦 這樣是要怎麼對人家修 要怎麼交代啊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 把這兩種東西 放在養護機構嘛 我剛才有說過耶 這要醫生的現場 才可以讓我們 時時差說啦 你 用這個 警工 什麼評鑄 你要知道三年再換一年 怕農費才會蓄財啦 才會搖拼啦 你要看農費多少 齁 不必要 瞬息的主緣啦 來 我請到局長齁 你們評鑄指標內 A1 這兩種 這兩種 就要求 我們的養護機構 必須建立 以外 和 緊急速行 S 上 便宜的流程喔 你 你就怕119 上便宜就好了 你要 活頭進 氣管 內管 是要創三個 我都想都沒有耶 局長齁 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改條 不用再評鑄啦 不用再買兩種東西 假龍會員嘛 是不是可以啦 來 主席班 請我們 姚局長答覆 謝謝 謝謝趙警員 謝謝議員喔 我想議員 機構反應的這些意見 我們都可以再跟中央講 只是跟議員做說明喔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救命就是一瞬間啦 所以我們現在中央也非常鼓勵 甚至會辦非常多的訓練 讓護理人員 護理師 可以去受 特殊的相關的訓練 讓他們有很多的 第一線 會不用送醫院 在現場就可以急救的 各種的 這種 這種可能性啦 我想 實際說 養護機構要 活頭進 跟氣管內管 我們 我們跟中央反應 做生理人 要要求的啦 基本就沒需要啊 對不對 局長你請教你 你覺得有需要嗎 要醫生專業的東西喔 要高級救護人員 可以的喔 你看一般的養護資源 專業護理師 其實有受過相關的訓練 他也是可以執行相關的 插講不行啦 醫生怎麼會有朋友插講 急救的這個部分 我們 再跟中央再反應一次 那如果中央覺得這個部分 他有他的堅持 然後 我們也在陳述 中央的相關的說明 再送過去給議員 跟相關的 關心的這個議題的單位 讓他了解 中央訂這樣子的 他一定有一些好 那沒有那個必要啦 因為 你沒有專業的人 你要用那些東西 我剛才用得不對的 那一部會 會想到耶 會腦死耶 我看很多這個問題 你們可能沒有了解啦 但是我要說 你要說 不用農會這些主委嘛 是不是 你養護機構 你就養護機構 有需要 他們可以操作的 這些設備有需要 寸的不需要 你不用 再用那兩個 你看漂亮的喔 你看漂亮的那些 我錢那些狀況就好了啊 來你請坐來 評鑑委員 評鑑的結果啦 讓業主的意見 應該是要很明確 具體 讓業者 可以這樣照這樣準照嘛 你或者你的 或者你的流域形式 譬如說 什麼居家環境佈置 建議人性化考量 要有中部的參與 在這裡 我再次請到局長 什麼叫做 人性化考量 來 請局長答覆 謝謝 召集人 謝謝議員的關心 我們所謂人性化考量的部分 原則上是希望讓 長輩在這個環境裡面 有家的感覺 甚至他的佈置的這個環境 可以讓他覺得很放鬆 有時候我們就會 把一些冰冷的一個設備 盡量會有一些 一些不同的佈置 甚至說會放一些個人的照片 放他喜歡的海報 放他喜歡的收集的物品 讓他在這個空間環境裡面 覺得好像不是在醫院 不是在一個養護單位 而是一個自己的家的環境 好 謝謝 來那個 局長請到 小小型養護型的機構 它的樓地板面積 以收人老人的人數計算 平均每一個人 它應該有幾邊方公図以上 第二點就是說 它的勤勢 它的樓地板面積 平均每一個人 要有幾邊方公図以上 第三點就是說 它的臉層 跟它的隔壁層 它的鼓勵 相愛照 要有幾公分 來 主席 來 請邀機長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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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臨床的距離是80公分 好 謝謝局長 來 但是 有很多養護機構的業者 他為了要多賺一些錢 他沒有尊守我們的規定 他把勤勢 他的民生圍 這樣整個頂頂頂頂頂頂 我們每一年都會去檢查 至少 至少一次 所以我們還會有結合其他的局處 聯合機場 不定期啦 要不定期 不定期 不定期 你不能說固定那時候 來 好 頻率是一年要至少一次 機動的 機動性的 不可以通報信 來 請坐 來 第十條 我們社會局 對立正生活 需要協助的老人 有提供對幾種的服務 來 主席 來 請邀機長答覆 針對失能的老人 我們有提供居家服務 日間照顧 家庭託顧 餐飲服務 交通接送的服務 輔具採買 還有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的服務 謝謝 本市希望 我們社會局 對老人的服務 可以加強選擇 讓一般的民眾 都可以了解 自己本身 他的活力 也對 業主 我們也要加以輔導 極有效的管理 讓需要的老人 立場 應該有的 服務 更溫暖 讓我們的高雄區 成為友善 宜居的城市 本市 本市 歡迎到這裡 感謝大家辛苦 謝謝 謝謝 無名之一言的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是 副議長 謝謝 我等主席 各位局所長 我今天請教有勞工区 有關長照中心 新設立的 新設立的 他有輔導嗎 有關勞動基準法 那個羅科長 羅永鑫羅科長 你先解釋一下 新設立的 新設立的 長照中心 來請盧副長答答 協議員 好 在我們那個 相關的新設立之前 他設立許可 並沒有說 必須現金勞工局 輔導才可以設立 來 你先坐下 是不是設立的 他們長照 他不知道說 這是違反 勞動基準法 因為不知道 所以 變成 裡面的 人員 會調配 或是回家路 怎麼開來 開來接到 正常的安靜 又沒關係 又減加重了 我想說 應該是新設立的 新設立的 我們先輔導 之後 他也沒有照這個規程 我們就要開 開 開沒關係 比如說開 他剛才新的 你現在 變成開的情形 再加上 他的法金 這不對 所以 我是認為 本席是認為 要先 他們先設立 要先輔導 他們才知道 如果說我旧的 會長照中心 一些 我們的 勞動基準法 我差不多都知道 我新的 會長照中心 我也知道 說 這個會發 阿隊不會發 結果 來上場 開來上場 兩隻 一隻 兩萬 陳述意見 或三萬 你知道嗎 一隻陳述意見 四萬 變九萬 我說 像這個 拜託 剛才越吃了 沒有拜託 沒有大金 剛才拜託越吃了 他現在 我就不拜託你了 我只要這樣說 我就發兩萬 就好了 我也只要這樣說 我就發四萬 就好了 我是怎麼在那 發大帽 人家如果 開紅袋 我開紅袋 喔 交通 整個開紅袋 我要開地方 好 沒辦法 一家 這樣 你再把 開紅袋 穿紅袋 又包括 草屬 全部都來 這是不對 所以 他都擇一 你就對他怕 不對 剩下我的輔導 都沒關係 他剛才越陳述 越吃爛 我想說 你們 勞動條件科 都沒有在跟我們輔導 人家的勞動基準法 還包括 就業輔助法 你們有在跟我們輔導 也沒有了 因為 新的勞工 就在 新設立 就在艱苦 了 譬如說 一日一休 這就在空間 你再讓他們 這個 新設立 喔 政府要求錢 民調會越來越壞 會下閥 真的 會下閥 你要讓他知道說 這個我們會開閥 要多少錢 他們會遵照那個規則 遊戲規則來解套 來跟你們報告 然後 還有一件 有關 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的提搏金 勞工退休的提搏金 這都要提搏的嘛 我們祖宏要提搏 給 我們的勞工嘛 那勞工 他當然 有時候都說幾個換算 我們要提搏 提搏這個 退休金 結果 要協定 要協定 讓我們一年 都要 都要 補多少錢 去美 讓我們 中落的 我們的勞工 這個 勞工 這個 勞工 這個 勞工 這是我們所謂 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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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不協定 之前 你從文章來的時候 就開始說 你就要開始算了 你不就要協定 你不協定 結果協定 我 譬如我協定 我就在工庫 我協定 也會 反沖期 但協定好 我才 開始算 你問 驚來就要開始算了 這樣就 這樣就未審先判了 這樣我問驚給你 你就開始要算 跟協定協定 多餘的 那些六個的習慣 空窗期 等於 等於 也是延伸 內 換算 這是不對的 不然他 他就直接跟你講 他才會 他才會 所以你變成 你都二十個月 你還要靠六個月 變成十四個月 要做一套處理 這都不對的 所以 我是覺得 我們 勞動 勞動條件科 你確定 你不知道怎麼做的 做到 讓人覺得 每個人 走來就發 發現在跟你解釋 現在跟你解釋 第幾條 第幾條 的發令 不對 你現在 還在裡面 再拚第幾條 不對的 再把雞蛋裡挑骨頭 再拚 再拚 拚 這是不對的 這人說 會 人家剛才不拚 剛才沒有拜託 我剛才說 沒有拜託 拜託 剛才沒有拚 不然我現在 顯民服務 去拜託你 四萬變八萬 這樣 你會扶嗎 對不對 我就直接開四萬就好了 為什麼 拜託你 就是四萬能夠減輕 變成兩萬 或是 可以 陳述一件 陳述了變成大目 這不對 這不對 人家說 他不是禮犯 還不是有前科的 這都是新的力證 他只知道一塊五花錢 結果 畢生說 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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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科長 你解釋一下 請 羅科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剛剛議員所關心的這幾個案子 當然 依照行政程序法 在處分之前 必須給業者 有陳述一件的機會 而且他陳述一件 會加工 好 那他並不是加重 剛剛所提的 像剛剛所提的 這個例子裡頭 我們依照說的 例子裡頭 你就擇一就好 你們其他輔導 你必然擇一 二 二 裡面還有什麼 沒有做到的 還要滑 第三個 這個還沒有做到的 還要滑 這是對嗎 一開始通知陳述的事項裡頭 他就有說明 他有這些的違法請示了 那在那個業者所提供的 意見當中 並沒有主缺違法事由 所以 才會易規定來處分 這樣我就說 不知道 我也這個也不知道 那個也不知道 這樣就剛好 提法而已 越陳述越吃力 沒有陳述就沒有吃力 沒吃力 這才對 所以我也要說 他們這些 一些 譬如說 長照的 或是一些藥者 讓他知道 這先要輔導 你先要跟他說 你如果不照這個整頂行 我要幫你加檔 要發整個杯 這要幫你加檔 先跟他們說 他們不照旅行 不是說 我特別讓你把他查到 查到 就有時候 像你說的 做醫 真經濟的壞了 我還說給你聽 現在淨稅金 調漲 百分之三十八 大家就要賣 叫人類 還有百分之百 就要賣 叫人類 你現在講話 大家也會 這才會福 我選府的民意代表 我只要賣 拜託 為止 剛才吃了 不要拜託 我跟他 嚇嚇就好了 他就說 不知道 這樣就好 好 坐下 所以 這要說出去 不是要說 要跟你們 親民 那不行 你先說 把這個整項 告訴他們 你如果不照這 整頂行 我們要發多少 對不對 現在來 好啦 你現在要把 反衝回來 他們就在那裡說 啊 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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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這樣 拜託 沒有大金 你就要想辦法 還要怎麼套 還要套 要套到 他也在那裡想說 啊 這 以後我這 要怎麼下去 要怎麼做下去 啊 我到時候 換到再做不對 就還給你發 就一直發聯繫處罰 所以你要把 你輔導嘛 都對象 啊 趁你們違反 這到時候都會開發 你現在把它開來 所以 我本社會 是因為 你們 要先前 給他輔導 新設立的 舊的 他們都知道 那個 長照的法令 他們就 不可以想說 對做不對 對於說 他們民自故犯 好 好 謝謝主席 執行萬畢 沒有要局長答覆 局長有材料 局長答覆一下 局長對 局長給他答覆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蔡議員的關心 那我還 我強調 勞工局不會因為說 因為維護勞工權益 是我們的 基本 我們的責任 不會因為說 有什麼關心 會有什麼樣的不同 那只要是違法事實明確 我們就會 違法事實 違法事實是事實 但是 我們可以陳述嘛 陳述就是想要敵法嘛 我們會給業者 陳述立件的機會 那但是 陳述立件之後 違法事實明確 我們還是會開罰 不會因為說是 有什麼樣的特別的關心 所以就有不同的一個作為 這是我們最基本的立場 那第二個 剛剛所提到的 勞退金的部分 因為維護勞工的退休金 也是我們的職責 那因為那個案子 是勞動部的一個作業規定 所以他的時間上面 的規定就是從議員 但是時間上面 你要跟他講清楚 你不要說 協調後 然後 從六個月之前 發文之前 開始call 這是不對的嘛 沒有 以後必定說 這樣我就台語才合調 合調 這就假的嘛 我合調一年 我也要跟他一年進行開始叫 意思不一樣 是 你要跟他講清楚 我從這裡開始就當時要開始算了 不是啦 不知道合調好 我六個月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 也是照正 開始叫啦 這樣啦 好 感謝議員的關係 不是議員 副議長 說不定對 不好意思 所以一開始就幫你看小了呀 越講越嚴重 好 我們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 黃柏林議員 時間15分鐘 好 那個主席 各位局處長 各位市府同仁 我想我 關心高雄幾個部分 那 下午有那個勞工局 那局長也來有拜訪過我 那我也跟他提到 事實上 青年失業率 在我們六都裡面 我們大概都是最高 而且都居高不下 那我們在想 為什麼高雄的青年失業率很高 事實上你如果去做調查 就是說我們周圍的親朋好友 比如說比我在大個幾歲 比如說60歲左右 他兒子女兒可能30歲左右 很難在高雄就業 那如果在高雄大概 他的那個工作的機會 還有工作的值跟量 包括那個薪水相對都偏低 所以我們怎麼去做 那這讓我想起 我在十月底 我有機會去大陸寧波考察 那他們寧波有一個影線 影線有一個創業育成中心 那我就去看 那事實上 他們不只做到創業育成 他們還做到什麼 社會企業 連社會企業都需要去孵化 應該叫做孵化企 怎麼讓很多有興趣的 譬如說 提到有一些年輕朋友 他可能對某一個社會智業有幫 他覺得很好 他就去做 其中一個很有意思的 叫補胎哥 什麼叫補胎哥 就是有一天他在路邊 看到有一個人輪胎破了 然後他就下去補 然後他就覺得不錯 然後他就 然後有人就 就形成媒體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 這好事 一個說那個孤民釣魚 兩次在那裂裂裂裂 然後補胎哥就一直做 然後很多人就加入 後來他居然變成一個協會 那這協會就是 專門免費 人家的路邊派起來 就補胎 你知道嗎 那你這樣變成一個社會企業 那我想 很多東西 我們需要不同領域去協助 那第一個 當然裡面包括 我們一般傳統想到的 就是企業 創業育成中心 我們怎麼鼓勵 我們很多的年輕朋友 像現在的Maker 什麼什麼都可以 我們怎麼讓他們去創業 然後另外一個是 社會企業也需要孵化 不只是停留在我們想的 一定跟錢有關 很多人有理想 他不一定要賺很多錢 他只是說 我因為這個 我來服務社會 或者我本身有一個本業 我來做另外一個社會服務 就好像我最近 擔任國民黨市黨部主委 那我也跟大家報告 我過去這六個月 我已經辦了五期的志工訓練 每一期大概250個 所以我已經訓練了快1500個 合格的社會志工 我都鼓勵他們 你們要 結訓後 只是開始不是結束 結訓後 你要去找學校 找社區 找很多地方 你們就要趕快去做志工 這個社會會因為你的投入 你自己跟社會 就會有一點改變 當我們去 我說社會很亂 很悶 什麼都不做 反而應該回過來 每一個人把自己 應該做的本分做好 還有你想做什麼 趕快把它做好 所以 針對青年失業的部分 這個部分 我上次有跟局長提到 包括說應該要去做調查 那我覺得這個很好 那調查以後 我們要怎麼去做 如何搭配 金發局 像昨天有什麼 核發 什麼工業園區 三年後可能會有 一萬救援 我覺得這都很好 只要去做就對了 我們不能停止 但是 要做什麼 是對的 這個就是要科路 你不用急著 我不一定會有時間讓你回答 因為我要提到什麼 上個禮拜六下午 三點 我就跟我們很多議員 同事 劉德林議員 李亞晉議員 黃紹廷議員 還有黃昭順立委 陳怡民立委 陳翠嵐議員 曾麗燕議員 等等 我們就去鳳山高雄市農會 那我們去做什麼 去參加一個所謂的公聽會 那這個公聽會 什麼時候開始決定 是前兩天才決定 行政院那個農糧署 他們就要弄一個叫日本食品 是否開放進口公聽會 如果日本食品這麼簡單 我跟你說 我們大家都喜歡去日本 可能沒有人不喜歡去日本旅行 很少 日本食品也還蠻好吃的 但是重點隱含什麼 他的邀請單位裡面 有一個副相 是行政院原子委員會 我說如果單純的開放日本的食品來 那幹嘛還要復標 還要找行政院原子委員 我就覺得有詐 第一個 急什麼 你知道我在議會 我已經辦了一百多場的公聽會 每一場公聽會 我們起碼都有十天以上要準備 因為我們要有阻止說明提問 然後還要邀請那個學者專家 還要通知市府各局出來 我們需要一點時間 我今天發一個題目給你 叫你等一下回答 你可以講得很好嗎 很困難 所以我說到底在急什麼 對我來講 一個公聽的 沒有十天 提前十天是很難周全 而且學者專家要來 所以我就跟聽眾朋友 在座很多關心你們未來健康的人 第一個 他那個從禮拜四晚上決定 隔一天禮拜五 禮拜六日一 三天要在台灣開十場公聽會 然後十場公聽會裡面 昨天到只有一個北一的所謂的學者專家 而且他是公共衛生 他不是浮冷的喔 他是公共衛生 他好像是食品營養 他也不是研究輻射的 這樣就要開公聽會 我們很多立委 他們就覺得議員就去抗議 後來高雄這一場是流費 我要跟社會大眾提醒的是什麼 東西吃下去 如果輻射食品 會是有問題的 結果我們去抗議 高雄這一場流費以後 結果我今天中午 我一個好朋友 他打電話給我 他說柏林真巧 我日本最近有兩個朋友 兩組人馬來拜訪他 一組是東京一組是福島的 他說東京的朋友 他們那個果菜市場 那個只要是什麼九州來的 很快就賣光光 只要是福島來 都沒人要買 然後放在那邊 而且價格比九州的 還要低30% 都沒人要買 日本人也是很怕的 第一個 現況就是這樣 第二個他們有去看 他說那個東西 他說如果你吃了那麼多 就是相關核災食品 沒有經過去確認過的 你知道嗎 那個孩子 他說一般成人大概是口腔的黏膜 那大人是下半身很快就會出問題 連那個狗動物吃了 那都會有問題 我們通常就知道 所以我就在想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行政院在急什麼 如果這是對的事 我們應該要很清楚 把相關的論述 譬如說有人說 那個歐盟有通過好 那通過是什麼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歐盟是把日本的抹茶 各位福島五線是日本抹茶 我們都要喝抹茶 沒有綠色的粉 藍藍的那個 抹茶生產最多的就是福島五線那附近 歐盟是直接把產品扣住 根本連驗都不驗 就不讓他進去歐盟了 美國很多食品 一到美國就直接扣住也不用驗了 那我們為什麼要拿我們的健康開玩笑 有人說 不要吃就沒事了 各位你知道 你吃的東西多少是沒標示的嗎 很多東西 你說豆漿 你用那個豆子抹抹抹 你怎麼知道那個豆子會回來 你也不知道 你今天很多食品 像我也下午才知道 所謂的抹茶 就是福島五線那最多的 我也不知道 結果我做愛喝的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我沒有喝到 所以這個就會小心 所以我在這裡要透過這個頻道 跟所有的高雄市民提到 我們今天我們去抗議是因為 第一個 我們不是都主張實體正義還有程序正義嗎 我們不是說兩個正義都很重要 過去甚至還有實體正義 比內容正義還重要 好內容先不要講 先談實體 你應該是要有邀請正式的邀請 譬如學者專家高雄市 我看我們連衛生局什麼也沒有被通知到 我看到有幾個警察局的同事穿便服去 因為我一看就知道 我也不讓他為難 辛苦你被派來參加 那是市政府警察局的同仁 他怎麼沒事會在那邊穿便服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 我要講的就是說 程序正義很重要 你就應該要公開的邀請 譬如說哪幾個 清大和公所什麼什麼 你把這些專家 食品專家都邀請來 然後正式的開 我相信市民真理越變越明 大家說我清楚 那第一個在急什麼 禮拜四晚上決定 禮拜六日一三天要開十條 難怪抗爭這麼大 第二 我覺得在程序正義這部分 開完以後 我覺得我們要用更嚴格的標準 吃的東西不能開玩笑 我們經常看到那個影片 吃完以後 孩子那個孕婦吃了病 畸形耳 各位我們現在人都生得很少 你如果萬一生了畸形耳 那各位你癢不癢 你還是要癢 一輩子就垮了 一輩子就垮了 所以我們不要去冒那個風險 我們今天不是沒得吃 台灣不是沒得吃 我們打麻煩 全世界最豐富的地方就是台灣 我們要吃什麼 一年四季打麻煩 我們幹嘛 一定要去買那些水果 所以有人說 沒有 你就不要吃 那個標示要清楚 所以那個日本的朋友就說 他們日本就很要求 標示要非常清楚 只要是 他說九州來的標示都嚇很多 如果輔導來都嚇得很小 你也沒注意就要去買 標示很小 我們為什麼要讓我們自己的國民 陷入這種恐慌 我覺得我們應該有標準 我覺得做很多事正者正野 從事政治服務也沒有那麼困難 對我來講 我都覺得我很意志 我每天都過了很快樂 我都做我想做的事 這就是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說實在 我很接受控育 那天也是帶了一些朋友 去表達一些意見 所以我說程序正義很重要 我覺得未來 我看那些立委也不會承認 那幾場到底有沒有開程 好那未來要重開 我覺得應該把相關學者專家都找來 而且要很正式的 不然你去看其他場 都是叫那個一個人 一個教授 而且還是北醫的 聽說還是什麼衛福部的部 他好像是從北醫過去 我是聽怎麼這麼說 只有一個學者專家 像我們議會 高雄市議會 開工廳會 每次都有五個學者專家 我每次也請五個 各位你們很多都被我邀請過 每一次都有五個 要代表不同學校 不同團體來 那個意見才會公平 才會公允 這一個程序正義一定要守住 我覺得 雖然台灣現在有比較亂 但是我覺得在亂中 我們還是要去建立那個秩序 亂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亂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我們應該慢慢要有一個秩序 然後該怎麼做 我覺得應該 第一個程序正義應該要有 把那個開會的那個步調 應該要很清楚 第二個 內容 資訊要公開透明 尤其是吃的 所以你看連我們那個朋友 他就看不過去 打電話給我 說他去東京的朋友 都要來 我們日本人 連福島五線的農產品都不敢吃 你們還敢準備進口 我們還被辭笑 我們的政府幹嘛去幹這種事 還讓日本朋友來辭笑 我自己就不敢吃 你們自己還要來吃 還要開放 所以我覺得這種輻射食品 這種東西 當然網路上也有一些文章在傳說 誰什麼清大和工手說沒問題 然後誰說可以 然後又有人說 因為我們現在網路資訊無從查證 但是起碼我覺得食安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回到 比較謹慎的點來看這件事 那我今天在這個地方講這件事 是因為我們禮拜六 我們有很多議員同仁去 所以也借這機會 跟所有的高雄市民做報告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民意代表 還有很多自發性的民眾去關心 就是這兩個 一個是程序這一個實體 我覺得實體反而更重要 這些吃的東西不能馬虎 而且有這麼多 我也在釐清一個點 就是我就說 那就不要買 我跟你講 你很多東西不是你買不買的 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不是日本食品 包括大豆抹茶 這些我都不知道 不是打蔬菜而已 只要農產品都會有可能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說那個輻射多嚴重 他說他們在做研究 他們在做一個產品 叫灌清器 那個兔子 只要沒有灌清器放進去 有灌清器的 會多久 但是總是不好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需要 用國民的健康 去做這樣的一個測試 我覺得這是不對 所以我想 剛好有這個時間 然後透過這個頻道 跟所有的高雄市民報告 那我還是 還有一分半鐘 還是回到 我所關心的青年的部分 我也要請教勞工局長 你也很年輕 我們的青年世代未來就業的機會 你那天來說 教育訓練我覺得非常好 而且不但要辦 而且要常辦 我今天有一個朋友的女兒 她從 她在大陸杭州附近創業 然後她大概30歲左右 不到30歲 她回到台灣 我們女性 然後她台灣大學畢業以後 隔兩年 然後到大陸創 我問她說 你比較兩岸的青年 她說我們這邊 比較沒有挑戰性 比較安逸 我覺得 當然各有好處 我只是說 從這個例子 我們怎麼去鼓勵 我們的這個年輕朋友 就像譬如說 我們的青年失業率這麼高 我們覺得 未來 社會福利的支出就會少 這社會是必然的 因為大家都沒有套路 到最後 大家也賓低收入負 大家都要來這裡請錢 我們社會局怎麼會賣 最後是 大家都有套路 大家還可以賺很多稅金 交很多稅 社會福利再減輕 我們未來才有能力去做長照 不然現在大家都只拿不給 以後我們的社會要怎麼穩做 這也很難 以後誰來做都一樣 因為巧夫無名之催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新局長的新氣象 怎麼做也請你說明一下 謝謝 請政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謝謝黃議員的鼓勵 我在這邊我想跟 也不是 澄清一個數據 我希望說 因為其實 這個是2015年的數據 就是去年的數據 其實今年就是105年的上半年 我們高雄的青年失業率 其實是有減緩的 有下降 那你再把資訊給我 沒有關係 這是主計出 對 我們今年度已經來到12.6了 2015年的時候是比台南還要差的 那今年其實也有上升了 比台南好了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做了很多的政策 我們不斷的嘗試很多 甚至我們進入校園 跟學校之間有一個產學合作 我們會希望說年輕人畢業之後 他能夠很快的就找到自己的興趣 不管他是要做什麼工作 或甚至要回到學校裡面再唸書 都可以很快的把那個摩擦性的 失業的那個時間縮短 那另外其實我們也有做了很多 譬如創課空間等等 我們也鼓勵我們的年輕朋友可以創業 那另外一個大家很在意的 薪資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我們跟金發局還有研考會 也成立了一個小組 就是希望可以把高雄在地的青年朋友的起薪 可以再提高 那我想這個對於高雄在地子弟在這裡 穩定就業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們會努力來做 以上簡單跟議員報告 謝謝 謝謝 謝謝黃柏林議員的執行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